需要改变 我们还在想求耶稣满足我们生命的所有的欲望 我们还在抱怨我们缺这个缺那个 看看新闻兄弟妹 我鼓励你看看新闻 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已经站出来被耶稣而死了 看看阿富汗的地方 看看基督徒的地方 看看其他的地方 人家纷纷的看到非洲西非的地方 人家纷纷起来被耶稣而死了 殉道了就连回教徒也高喊 吉哈吉哈圣赞圣赞 他们愿意为他们的假神而死 我们这般基督徒还在后知后觉 每天烦这个烦那个 你在干净摊假的 干净摊我摊我摊我的假 基督徒 神要你清楚 耶稣站在井旁跟一个无关风扬的女人 卑微资质连皮都不要紧的女人 传福音跟他讲生命的问题 今天上帝要告诉你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贱他眼中 都是极重要的 只有不重要的是没有不重要的人 阿们 事情可以解决的 没有事情不能解决的 但是没有不重要的人 你今天是否加入这个行业 这个重要神事业的行业了吗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第二 兄弟妹 行业不要再埋怨 抱怨 你有多受伤 你有多缺乏 还没有被满足的事情了 现今有许多基督 已经准备好 为他们主耶稣而死 为他主耶稣而活 做一个真正的使徒行者吧 带着使命 让全世界知道 你的心里是有耶稣活着的 他改变你的生命 那我们来讲一个 Practical一下 实际点 我如何成为一个使徒行者呢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除非你没有手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看看你的手指头 你有五个手指头吗 除非有四个啦 我也是五个啦 我也是五个 请你把名字放在这五个手指里面 阿娇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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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总之会有的吧 手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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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名字放 把你五个认识的朋友 同事 同学 啊 亲戚 家人 都放在他里面 五个人 不要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你没有了 他不想来他不要 你就没有 就没有我起了了 所以找五个人 我这个叫 一富英HIFI HIFI 哎 怎么五个人呢 就把第一 把这个名字 放在你的头纸头 你每天都会念到的 记住的 大牧子是谁 识子是谁 忠子是谁 无名子是谁 小子是谁 都把它记起来 然后呢 一个祷告 大家讲一个祷告 一个祷告 大家讲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 大家讲一个邀约 一个邀约 大家讲重复做 重复做 很简单啊 有难吗 男家你不能重复做 因为他拒绝我 拒绝你有什么可怕的 难道人家要卖 要 那个 那个 资料要卖你东西 对啊 有一些你说 我很难拒绝啊 不好意思 都买了买了买了 这样的嘞 人家拒绝你是正常的 如果不拒绝你啊 这样早就做反人了 拒绝正常了 在我过往的经历里 我要带一个人圣耶稣 我最少要19次的示范 才有一次的成功 我带20个人 找20个人 只有一个人 一定跟我来家会而已 可能我这里要求一次 两次 三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都不能来 我常讲啦 叫人来教会要过五官 长六项的 什么叫不五官 拿五官 想 加了不来 来了不听 听了不信 信了不信不久 信久了又跑 不五官 转又这样啊 所以我 我已经盲目了 会有来 会有跑 很正常的 所以如果你不再找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看看你和我 就说 哎 为什么呢 最近的人跑掉 因为你们有新人啊 如果每一礼拜 你有带新朋友过来 你有邀约朋友过来 你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你有没有时间去看 再看看 你看看我 直连一点 我今天境外有点差咯 哦 新年的讲道有点怎么样 我已经开始找别的东西了 如果你忙着带朋友的话 你没有时间去埋怨这东西了 中间面 重复做 五个名字放在你手指里面 一个祷告 为他们来祷告 所有的邀约 所有的电波邀请 所有的东西 如果没有靠祷告 是不能成功的 祷告 一个祷告 一个电波 一个邀约 重复的来做 然后 直到他参加教会 参加教会之后 还可能没有信耶稣 继续为他祷告 直到他也能够来到教会 我牧师就懂得很容易的 做很多了 我就会跟他闯出音 我会去跟他带领他 OK 所以 要坚持 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遇到失败 遇到挫折 但是你要坚持 不要放弃 直到他们走进教会 维持他们 AMEN 谢谢大家